王林的古神本尊成功度过一损两劫 并有了突破六星的迹象 此刻的王林才算是真正的古神 而非往日那般不够完整 书阶上回 当王林的古神本尊重新凝聚出全身骨骼 度过骨劫之后 一损二劫中的肉劫继续降临 只见那些骨骼上又开始迅速长出血肉 可是血肉刚一长出便立刻崩溃 这一劫难是为了阻止血肉的生长 从而达到磨散生机的目的 不过王林对于肉劫早就有所准备 直接拿出古神血精融入本尊体内 王林之前就用了一部分 使得本尊在一损中可以保持生机 剩下的一部分则是准备用在这里 度过所谓的肉劫 但也就在这一刻 墨罗大陆外围的那些凶兽们 全都有所察觉 露出贪婪之色 显然古神血精对他们是天大的补品 可以为其不顾一切的拼命 紧接着无数凶兽铺天带地地 向着墨罗大陆的归原宗冲去 至于王林在吸收了古神血精后 一块块血肉开始疯狂生长起来 而后本尊三百多丈的躯体 开始化作常人大小 并与分身再次融为一体 王林向前一步迈出 整个人化作一道长红冲出的地底深处 刹那间无数凶兽向着王林疯狂袭来 想要吞噬其本尊体内的血精 然而还没等这些凶兽临近 王林的权硬便将他们一一轰碎 并且顺便将他们遗留的生机 融入到自己体内 加快了血肉的生长速度 眨眼间就有数百头凶兽死亡 王林在吸收了他们的生机后 感觉全身无比舒畅 紧接着他便冲到了兽巢当中 开始大开杀戒 如此凶残的手段 让龟元宗的修饰露出惊骇之色 尤其是李向东呆呆地望着这一切 嘴中还在喃喃自语道 这就是吕子号师叔吗 那可是六阶凶兽 竟然在师叔的一拳神通下 就直接灭亡 可就在这时 一头八阶剑尸兽 从远处的星空中咆哮而来 这头二百多丈的剑尸兽刚一出现 周围的凶兽全都散开 不敢靠近其分毫 亡灵自然是无所畏惧 整个人如同一道流星主动迎击 向了剑尸兽 就在临近凶兽的瞬间 亡灵猛地挥出一拳 一阵惊天动地的轰鸣绝空而起 那头剑尸兽竟然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亡灵打得爆碎 庞大的生机全都融入到了亡灵体内 周围的凶兽也全都静止下来 原本眼中的贪婪之色逐渐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恐惧与惊骇 要知道这八阶凶兽足以媲美 静涅大圆满的修士 战力绝对不容小觑 亡灵能够一拳将其秒杀 在整个云海星域 也能算得上是强者之列了 李向东几位长老纷纷露出激动之色 有这样的大神通修士在归原宗 他们不仅不用担心宗门安危 甚至还能称霸整个五阶星域 即便先前对于亡灵的身份有所怀疑 此刻他们都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忽略不计 警戒着周围的凶兽们全都一哄而散 纷纷向着墨罗大陆外围逃去 可亡灵怎会放过这些大捕的凶兽 他如同一道收割生命的死亡之光 瞬间就冲入到了墨罗大陆外围的星空中 开始了一场血腥屠杀 亡灵速如闪电 每一次闪烁都会有一头凶兽崩溃 惨叫之声弥漫星空 凡是被古神血精吸引而来的凶兽 基本都没有活着离开墨罗大陆 这场杀戮足足持续了一个时辰 方圆数十万里内再无任何凶兽 数日之后 亡灵依旧盘息坐在归原宗地底深处 但他已经成功渡过了一损二劫 此刻亡灵的本尊已经算是真正的古神 而非往日那般不完整 并且在其眉星出现了第六个模糊的星点 有了再次晋级的征兆 要知道古神不比修士 每增加一星都难如登天 亡灵在这千年以来费尽千辛万苦 更是遇到了众多机缘 才使得古神本尊达到了五星 而在古神达到六星后 便能在体内演化出属于自己的望远 最终亡灵再次与本尊分离 留下本尊在地底深处吸收天地之力 开始演化望远 至于分身便离开此地 重新回到了归原宗的木屋内 此刻的亡灵可谓是非常愉悦 本尊渡劫成功让他的实力大增 即便是遇到碎孽初期的修士 想要击杀也不会和之前那般困难 就在亡灵回到木屋没多久后 归原宗的四位长老便来到了院子周围 亡灵自然也察觉到了他们的出现 于是传音说道而等进来吧 亡灵的声音虽然很平静 但却蕴含了一股无形的威压 让四位长老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当几人来到亡灵面前后 他们急忙抱拳恭敬地说道 弟子参见师叔祖 之前不知晓师叔祖回归 怠慢之处还请师叔祖责罚 亡灵在与几人简单地交谈一番后 便让他们离开了此地 而从这之后 归原宗的整个男院被划为了禁区 不允许任何弟子踏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